大家好,我叫伊丽莎白 我来美国已经三年了 我之前本科是在北京服装学院读商业广告摄影专业 然后2013年来到美国在纽约电影学院读Digital Photography 我毕业于2015年1月份 现在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然后现在在纽约生活 我本科是在北京服装学院 然后读的也是商业广告摄影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上学之前 就是想读跟摄影相关的专业 然后但是四年下来就觉得 好像没有特别的找到自己的风格 因为就像画画一样 就一开始都是在就临摹呀什么 你就看这个大师拍的比较好 然后我就可能模仿他 然后那个大师拍的比较好模仿他 但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 然后我就决定还是要出国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就是在另外一个环境下 能就是找到自己的风格 然后后来我就申请了美国这边的学校 然后就过来在这边纽约电影学院 然后也是读摄影专业 第一年就感觉是像是老师从零开始教你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对于我来说就是挺好的 因为有一个相当于半年就一学期的时间 让你融入到就是美国这边的学校 和就是跟同学能正常的交流 能正常的说话 第二年去了洛杉矶 就是学的就比较多的艺术史啊 然后critical啊 然后每个礼拜就要写论文 你开始的时候特别承受不了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觉得 其实还可以接受 然后也可以学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因为你需要最后呈现的作品是技术以外 你脑子里面的东西 然后其实第二年学习的就是比较深刻的艺术史啊 摄影史啊类似这样 在拍摄之前一天到两天 一般producer和摄影师都会到各个场地 然后可能就去一些景 就觉得可能我们当天会用到的 然后选一些spot 然后回去做一个pdf 然后会发给大家 就有一个树吧 就知道当天我们第一块在哪拍 第二块在哪拍 就在家门口嘛 就找到了蛮多 还可以比较适合拍 就是比较商业的比较干净的背景 纽约还是时尚之都嘛 然后机会会比较多 然后就义无反顾的回到了纽约 就是我刚刚来纽约 就来美国的第一年的时候 我上课 然后老师当时讲到了一个studio 叫Milk Studio嘛 从洛杉矶回来 然后我就狂给Milk Studio发邮件 后来我们的那个主管 他终于回复我 让我去面试 我当时接到面试通知的时候 真的是超级高兴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那边 但是特别累 真的是我什么 你们能想到的所有的脏货累活 我都干过在那 但是我就真的是到那了之后 就发现跟我以前在国内 见到的拍摄的 就是当时的set的场景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就真的是能亲身的感受到 原来美国拍摄是这样 然后美国用的器材是这样的 然后当时拍摄的流程是什么样 然后前期的准备是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在那边工作了大概半年左右 然后我觉得学到了超级多的东西 虽然特别累 但是我觉得带给我特别特别多的好处 因为我在东方了那么 东方那么久 然后我现在又生活在西方 可不可以把东西方的文化 艺术可以稍微结合一点 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观点 然后看到了一些就比较小的事情吧 然后把它们结合 然后做作品这样 刚回来的时候 前三个月一共赚了一千块钱 那时候都不够交房租的 没有什么朋友在身边啊 然后走在大街上 就说哭就哭出来了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 就经过几次时装中 然后朋友还有介绍啊什么的 就开始就步入正轨 还是想要留在美国 因为我觉得纽约是一个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个城市 因为很自由 很无拘无束 然后大家都很包容 然后人又 至少我见到的吧 我遇到周围的人都很nice 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纽约的